在这一章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Flutter混合开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Flutter的应用场景中呢 有时候一个APP只有部分页面是由Flutter来实现的 比如我们常用的咸鱼APP 它的宝贝相亲页就是由Flutter来实现的 这种开发模式被称为混合开发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Flutter中和Native5之间进行混合开发 在开始这节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本章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首先会教大家如何进行Flutter与安卓的混合开发 然后呢会教大家如何进行Flutter与iOS的混合开发 接着呢会教大家如何在Flutter中与安卓进行通信 然后呢会讲解Flutter与安卓的通信开发指南 最后呢会讲解Flutter与iOS的通信开发指南 接下来呢大家来想一想 混合开发都是哪些应用场景 作为独立的页面进行加入 在这个场景中呢 在我们的原生的APP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原生页面里面可以打开Flutter的页面 或者说哈在Flutter页面里面哈打开原生的页面 这种开发方式哈是以页面级的一个独立的模块哈来作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签入的方式 而不是哈我们页面的其中的一个元素 接下来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场景 另外一种场景呢 是让Flutter或原生页面哈 作为我们整个页面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哈在我们左边的这个原生页面里面 我们只有这一个item哈 嵌入了一个Flutter 这种方式哈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在右边这个图片里面哈 我们这个页面里面 只有顶部的这个Banner哈 用的是我们的原生的一个视图 比如说哈我们在这里嵌入了一个原生的一个地图模块 这种方式哈也是可以实现的 以上哈都属于Flutter混合开发的范畴 那么如何进行Flutter混合开发呢 在这节我将向大家介绍 Flutter混合开发的流程 需要掌握的技术 以及一些经验技巧 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 Flutter混合开发都有哪些步骤 首先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Flutter的model 然后呢添加Flutter的model依赖 也就是哈为我们的原生项目 添加Flutter的model的依赖 接着哈就是在我们的Java或ObjectC里面哈 调用我们的Flutter模块 也就是在我们的安卓项目里面 或iOS项目里面哈来调用我们的Flutter模块 接着哈就是编写我们Flutter部分的大的部分的代码 上面步骤完成之后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的项目了 运行项目之后哈 我会教大家如何在我们混合开发里面哈进行Flutter的一个热重启和热加载 以及如何调试上Flutter的代码 最后哈会讲解如何发布应用 以上哈就是我们Flutter与Native混合开发的一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创建Flutter模块 因为哈我们本节的干货比较多 不便于哈在PPT上进行展示 接下来哈就让我们通过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课件哈 来学习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Flutter模块 在做混合开发之前哈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Flutter模块 首先哈要确定你原生项目也Native项目的一个路径 假如哈你的Native项目路径是这样子的 这个代表哈你Native的项目 然后呢前面是它的路径 接下来哈我们需要切换到我们Native的项目的上一级目录 也就这级目录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命令行工具 我们通过FlutterCreat哈 然后加上-tmodel 然后呢后面是我们所要创建的Flutter的项目名字 接下来我们运行这段代码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Flutter模块 这个Flutter模块哈 创建好之后哈你会看到 如下哈这样的一个文件结构 在这个文件结构里面哈 我们来讲一下它里面的主要的有哪些文件 一个是哈 .android 这个是我们Flutter项目的安卓宿主工程 还有一个.ls 它是我们Flutter项目的一个irs宿主工程 lab哈是我们Flutter这个model的它的大的部分的代码 pubspack是我们Flutter项目的哈 它的依赖管理文件 因为哈我们这两个宿主工程的存在 我们这个Fluttermodel创建好之后哈 我们在不做任何配置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独立运行它的 怎么独立运行它呢 我们用安装了Flutter和DAD插件的Android Studio 来打开这个项目哈 通过运行按钮哈 就可以运行我们这个项目了 到这里呢哈 我们已经完成了混合开发的第一步 也就是创建一个Fluttermodel 以上哈便是我们本节的主要内容 本节呢 我们讲解了我们Flutter开发的哈 一个流程 还有步骤 然后呢 教大家如何创建这个Fluttermodel 创建这个Fluttermodel哈 我们用到了一个Flutter 这样一个交手架工具 交手架工具哈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哈 有给大家讲解 就是如何安装和创建好 我们Flutter的项目环境 这个Flutter名利哈 在我们PASS目录里面哈 也就是我们机器的环境变量里面哈 所设置的 OK 以上哈便是本节的主要内容 在下节呢哈 我会教大家如何进行Flutter与安卓的混合开发 它们在下节呢 我们在下节呢 不要忘掉